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新北市政府举办104年特有里长表扬 其中新店区有7位里长获奖 新北市建制硬件跨区数位系统 现在想要申办硬件登记 变更废纸或证明 不用再奔波回顾基地 平宁能会打造产业文化馆 让游客能够进一步了解平宁在地产业与文化特色 平宁茶叶博物馆举办双特展 带领民众了解平宁在地茶特色 以及西方的演茶文化 今天的点亮新北市一起来认识乌来一位智力藤边记忆传承的妇女温秀金 新北市政府14号上午举办了104年特有里长及有名证人员 及机有里干事表扬大会 其中新店区有7位里长获奖 对于自己能获得肯定 得奖的里长们都谦虚地表示 自己只是尽本分地做好里长工作 而随着时代变迁 里长越来越不好当 必须要越来越万能 但即使辛苦 却也甘之如意 新北市政府9月14号上午在市府一楼举办104年 特优里长及优民政人员及机有里干事表扬大会 由新北市市长朱立伦亲自颁奖表扬 并期许大家继续共同努力 为地方 为民众开创更美好的生活 今天颁奖给这些每一位 我希望大家带同我们中国新北市 所有的民众的事情 让我们的基站越来越赞 越来越好 而在特优里长部分 其中新店区有7位里长获得这份殊荣 包括有国锋里 严荣红 福明里 卢浩贤 文明里 卓振天 新河里 求亚同 中正里 孤凤晴 和平里 吴振辉 以及公伦里 游延兰 得奖的里长都谦虚地表示很意外 同时也感谢李明长期来的支持 他们笑着说里长就像是个万能机器人 不但要随叫随到 更可以说几乎是24小时待命 我们是要潜能的里长 其实很多里长都做得相当的辛苦 尤其我们有做志愿回缩的 现在甚至我们工作的时间 提前到早上三四点就在工作了 你出来做里长 你就根本不要想那么多 就是做我们应该做的 如市长讲的 对的就去做 越难做你越要做 不能做难做就不做 你越要做越要突破 请听李明的心声 李明哪里有需要 那我们就赶快马上办 尤其我们现在有里基 我们里长是最好的帮手 只要遇到有状况 那我们马上就可以进行来处理 随着时代变迁 里长的工作内容不但越来越繁重 要处理的事情也越来越多元化 面对辛苦的里长工作 里长们不但没有抱怨 反而说能够为里民服务甘之如頤 尽心尽力的去做 那民众的需求就是 我们尽量去满足到 那不管怎么样 里长辛苦 但是我们是甘之如頤 就要热心 都办一些公益和活动 还有就是多关心老人家 本来就是我们都要做的 也没什么好与坏 这个我就平常就这么做了 今年一共有123位特优里长 35位基优民政人员 以及13位基优里干事获得表扬 新北市民政局除了表示感谢 也期盼在未来能一起齐心推动实证工作 让新北市越来越好 记者杨邦友张芳琪 新北市采访报道 现在想要申办硬件证明 或是硬件登记等业务 不用再奔波回户基地咯 新北市建制了硬件跨区数位系统 从9月份开始 民众在全市29区 任意区的护证事务所及所属办事处 都能申办硬件业务 同时还结合了人脸特征辨识系统 让个人的资安有了双重防护 新北市的护证系统 又增加了一项便民的服务了 从9月份开始 要申请硬件证明的市民朋友 不用再回到户基地的护证事务所申办 透过新北硬件数位系统 就可以到29区任意区的护证事务所 及所属办事处申办硬件业务 硬件跨区数位化的系统建制的这样一个系统 就是让民众要申请硬件证明的话 可以到我们29区任何一个护证事务所 去办理这个硬件证明 那缩短它的一个时间 还有它的一个工作的一个方式 不论你是想要办理硬件登记 变更废纸或者是想要硬件证明 现在都能跨区申办 只要选择就近的护证事务所就能够办理 大大节省了市民奔波的时间 另外人脸特征辨识系统精准的比对 让个人资安有了双重防护 它只要带好它的身份证 还有硬件 然后申请书到我们29区的各护证事务所申请就好 那我们也结合了人脸的辨识系统 让我们的那个个资跟财产能够得到双重的保障 此外新北市民政局表示 现在新店土城树林卢州等17个护证事务所 也开办了周一到周五夜间延长服务到晚上8点 欢迎市民朋友多加利用 记者杨邦友张芳琪新北市采访报道 平临农会为了拓展服务触角 特别打造了一间产业文化馆 除了介绍平临农会历史 另外也规划了茶油示范工厂 知识区 DIY体验区 还有贩售区 民众可以清楚了了解茶叶及茶油制作过程 也能够透过互动游戏 认识平临在地特色与生态环境 平临农会成立于1919年 至今已经有90多年时间 从2001年起 农会开始增设软硬体设备 并且开发了各项茶叶服产品 迈入多元服务产业 另外为了扩展服务触角 今年8月配合茶油示范工厂的设立 平临农会也正式转型为产业文化馆 让大家可以进一步了解 平临茶产业的发展与在地文化生态 新北市政府进化局这边 他接下他也辅导我们 朝着这个产业文化馆的这个方向 来结合自由示范工厂 让游客来到了这个参观示范工厂 同时进到的这个产业文化馆来 那么你就可以了解到整个平临的一个茶产业 包括茶跟茶子油 整个的一个生产制造的一个过程 平临产业文化馆虽然规模不大 却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除了规划了茶油产制区 让参观的游客能够了解茶油生产过程 企业历史区则是介绍平临农会的发展历史 而在知识区有茶叶与茶油的相关知识 游客可以透过互动游戏 认识平临的特色与生态环境 此外平临农会也设计了DIY互动区 游客在这里也可以亲手制作祈福茶香包 与蒜头茶子油 我们也运用了我们的油品来做跟茶叶 来做一些DIY的一些相关的活动 可以让游客来体验来互动 然后真正了解到在地的一些产业的一些相关的文化 如果对于茶叶与茶油等产品有兴趣 平临农会也设置了商品贩售区 方便民众选购 平临农会总干事林文公表示 平临产业文化馆未来在平日 主要采团体预约方式 假日开放一般民众参观 正式开馆日将会配合冬茶比赛时间 欢迎民众电话恰询 记者声评长门期平临采访报道 平临茶叶博馆重新开馆后 推出了双特展 一楼为茶金平临 平临茶文化特展 以多元生动的方式呈现在地茶文化特色 另外地下一楼则带领大家 从寻茶之旅英国茶文化特展中 探索五茶文化的趣味 了解茶在西传后 对世界茶文化产生的改变与影响 平临茶叶文化馆重新开馆后 在一楼与地下室推出了双特展 一楼的展示馆为 茶金平临 平临茶文化特展 主要以文创概念 重新诠释平临的茶文化 希望让参观的民众 用更生活化的角度深入茶厢 展览中更打造了一间茶室 民众可以使用新颖互动的APP 观察各种茶汤及茶叶种类 体会饮茶趣味 另外如果您想要知道不同茶叶包装方式 也可以透过互动游戏来了解 它这里就是蛮多那种互动型的那种展览方式 能够比较生活化的了解 它有茶叶制造的过程 都有介绍的非常的详细 所以能够对这个茶叶的生产制造 能够更深一层的认识 在地下一楼展览馆展出的是 《寻茶之旅》英国茶文化特展 以海上贸易与思路两大茶路为核心 带领民众一窥产自东方的茶 远过到西方的足迹 以及如何创造风靡世界的英国茶文化 在这个特展里面呢 我们就循着这个我们东茶西传的路线 那我们就希望带领着这个我们的参与者 一起去看看源于东方的茶 那顺着海路顺着思路传到了西方世界 在世界上发出了发展出了什么样子的 不同的这个世界茶文化 比如在英国就发展出了这个 风靡全世界的英国茶下午文化 英国下午茶文化 另外现场还展示了在台湾 相当罕见的英国皇家瓷器 以及英国被德府公爵 卫本庄园内的蓝色会客厅 让民众不必出国 就能感受到浓浓的英伦风情 记者声评展门期 评您采访报导 广告后继续来看点亮新北市专题报导 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上网选大兴电宽评 智慧生活我最行 现在申办200没光纤上网指定方案 再加码受您嘎米运动手环 另外再抽八大生活好礼 详情数价2917 3939 谢谢你 让爱可以传递在台湾的各个角落 谢谢你 让台湾经济弱势家庭 不用挨饿 得以温饱 谢谢你 让他们看见希望 我是孙悦 请捐款支持 基督教救助协会 1919 实物银行 泰亚族过去常利用竹藤 编织一些日常生活器具 不过随着材料不易取得 贿的人越来越少 而在雾来中治部落 就一位叫做温秀金的编织工坊老板娘 虽然自己不是泰亚族人 却积极地在社区推广这项手工艺 他表示一来他希望 能够传承泰亚老祖先的记忆 另一方面则是期盼 借此帮助社区的妇女 学会一技之长 这样子背起来 七山上或是采竹笋 贵竹笋都可以采收的 都可以带来用 温秀金在乌来中治村是小有名气的编织老师 因为他曾经已推广编织 为中治部落带尽一股希望 这位乌来媳妇 其实是个阿美族姑娘 结婚前对编织相当陌生 不过为了帮助家中经济 他下定决心要学会这些手工艺 一方面就想要学一些技术 再来就是想要赚钱 而且想要学做这些东西 能够会了之后 可以教一些妇女 也帮助他们 由于部落里有许多妇女 都像温秀金一样 没有一技之长 温秀金于是有了远大的梦想 希望大家也可以透过 制作一些手工艺品 正眼外快 我们社区里面 很多妇女都没有工作 那我一直有一个冲动是说 那每一个妇女 都学会了这个技术之后 万一有一天 有一些经费 或是有一些订单 那每一个社区的妇女 大家来做 大家在经济方面 都能够也帮助他们 帮助有啊 我学到很多东西啊 几年前 温秀金曾经向政府 争取到经费 在社区里开办了编织班 教部落的妇女 竹腾编以及织布的技术 但即使大家学会了 后续还是因为种种因素 无法长久地持续下去 有一句话安慰自己 可能是我想得太天真了 做起来但是很难 但是我一直要想尽办法 但是要买材料 还是要有一笔经费 但是有些家庭经济问题 比较困难 虽然无法顺利在部落里 推动手工编织 但温秀金并不气馁 这几年他在这一方面的创作 不曾间断过 因为他认为 自己还必须肩负 另一项重要的使命 那是以前老人家 最需要的传统 传统式的东西 那我们希望说 都能够延续下来 所以我一直很希望 我学到的能够教一些妇女 温秀金说 其实竹藤边器具 过去是泰雅族男性的专长 不过现在熟悉这些藤边异品的 几乎都是女性了 现在男人都出去工作 那女人在家里没事 就先写没事 就选一些手工一瓶 做一些现在的打包袋之类的 这些摆放在木柜里头的藤边包 就是温秀金刚刚所说 利用打包袋编织而成的 和传统藤边器具 最大的不同点在于 他们不再使用传统的竹藤来编织 因为材料不易取得 而且也很费工 所以当地妇女们 现在多利用打包袋 仿藤皮或是珍珠袋等材料 来编织包包 竹篓 虽然素材不同 但编织的技法 还是延续传统 另外为了符合时代潮流 还进一步的加以改良 以前的就是比较传统 现在都比较有点 就是有点比较时尚 有些想做什么样的包包 都可以按着自己的需求 都可以做出来 看着温秀金俐落的动作 打包袋到了她手中 仿佛是被施了魔法似的 快速的相互交织穿梭 看着旁人是眼花缭乱 但这些织带在温秀金脑海中 早已幻化成美丽的图纹 并且透过了她的一双巧手 成为了坚俊美感与实用性的包包 像我们这个颜色呢 是我们泰雅组里面的颜色 就是红黑白 那现在这个是红的跟黑的 就是把它做成一个包包 那这个图形呢 它有这个菱形 菱形代表祖灵的眼睛 手附着你 温秀金强调 她的包包 首先一定要耐用 当然在颜色的搭配 图形的呈现 也要能够先以消费大众喜爱 所以她除了沿用传统 泰雅族色调 土腾 色彩运用更加的多变鲜艳 让包包更具时尚设计风 现在的年轻人比较喜欢时尚的 他一定会买 好像这个比较流行他就会买 那我们大概稍微年纪有点大的 觉得这个很稳很耐用 他出门都很方便 而可以装很多 而且又不容易断掉 不容易坏 所以他一定会买这种东西 为了保留泰雅传统手工艺 温秀金凭着一股现代使命感 赋予了藤边新生命 他认为自己能做多少就要做多少 而且最重要的 就是要让下一代 永远记得传统文化 接着来看宝贝亚提供哪一些地方上的活动讯息 大新店宽评光纤上网指定方案 送你美丽达脚踏车及配件组 200枚急速光纤上网下载分享加倍快 还有超多HD高画质频道 雨上千部电影戏剧随你看 8月底前申办再抽泰鲁格精英酒店住宿券 活动详情请洽2917 3939 减少纸张使用做环保 即日起申办银行带缴有线电视相关费用 大新店有线电视就送您玻璃保鲜盒 浸凉冰沙杯二选一送完为止 详情请上官网查询 新店地震事务所8号行动艺术馆 从即日起至9月30日 展出新店区德安里国画班 陈宏连师生连展 新店地震邀请社会大众 到所内共享这场艺文创作饗宴 因苏迪勒台风造成新乌路道路中断 新店区公所于龟山活动中心 至捷运新店站备有接驳车 20人坐中行巴士 公灾区民众搭乘 详情请洽2666 7431 或2666 5934 因应暑期血荒 8月10日起至9月10日止 只要到新店捐血市捐血 就送包子兑换券 欢迎民众慷慨晚秀 详细的资讯请洽 以上的新闻内容都刊登在 大新店有线电视的网站上 欢迎您上网点阅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张门琪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